《香港國安法》 今年10月1日是香港國安法實施超過一年 加上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 今年3月底大幅修改香港選舉制度後的首次中國國慶日 公民社會多個民主派組織 包括教協、職工盟、支聯會等 上繼宣佈解散後 社民連4名成員包括主席陳寶瑩、外務副主席周家發 前東區區議員曾建成和成員余偉斌 仍然按傳統在星期五、十一中國國慶日 遊行到星期典禮、灣仔金梓京廣場外面請願 數十名穿上戰術防衛背心、大備配槍、胡椒噴霧等 全副裝備的軍裝警員 在遊行開始前已經到達起點灣仔加計會外戒備 經過一輪安檢程序 四名社民連成員 拉起一幅貼上數十名中港兩地社運 和民主派人士頭像的橫額 開始遊行 參與遊行的四名社民連成員 在數十名警員包圍之下 沿途高呼口號要求全中國實行普選 釋放所有政治犯等等